请各位一样开启Juneweaver这个软体 打开之后的话 这边已经打开了 第二个的话在网站这个地方 点选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叫做新增网站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连接到 这个名称的话 我叫PHP01 然后路径的话你就浏览一下 看你的低谍底下 这个是低谍底下 我们有个SAM 然后里面的话 记得找到这个目录里面的PHP01 按一个选取 它自动会过来 有一个斜线 再来伺服器 伺服器部分的话 下一步好了 这个按伺服器 对这边有个加 OK好 这个地方按个加 加号要不要增加一个斜线 然后名称的话 一样PHP01 然后这边的连线方式的话 记得改成刚刚这个地方 本机还有这个网路 然后位置的话 一样是在这边按一个选取 然后这边的话 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这个就localhost localhost斜线 然后你就把那个PHP01 加一个斜线 把它加上去 再来进阶一定要选 如果进阶没选到的话 会发生错误 OK 这边改一下 按一个储存 最后呢 记得把远端勾掉 测试打勾 这样就完成了 这边刚刚就这个地方 在伺服器的地方 选择这个新增 然后最后怎么样 完成 要储存一下 储存完之后呢 当然如果这个网站里面 已经有test的话 它就会出现了 你当然点两下 也可以把它打开 也可以把它打开 这样的话就完成 我们设定 Dreamweaver里面的网站的第一步 OK 那未来的话 如果说你要新增任何的 比如说网页或者是PHP的话 都可以从新增里面去打开 那当然你如果要新增的是一个什么呢 App的那个画面 其实当然也可以的 从这边试试看好了 请各位打开Dreamweaver 那先设定一下这个地方的 如何新增一个网站